接下来我们再看看wordpress渐站的流程 适用人群以及优缺点 先分享在流程上 wordpress的渐站方式和传统渐站方式的区别 用wordpress做网站这种方式 既不需要网页设计 也不需要开发后台程序 中间的前端切图工作也省掉了 也就是说用wordpress做网站 不再需要这三类人员参与了 因为这三类人员的工作 wordpress主题都包含了 wordpress主题的开发者们 拥有了这三类人员 网页设计师 前端工程师 还有后台程序开发人员 wordpress主题开发者 他们直接做好产品供客户选择 通常每个主题卖60美元 而且是终身授权的 更重要的是终身可以更新 但技术支持只管半年6个月 也可以增加技术支持的时间 但需要额外付费 通常一个主题拥有几十 甚至上百款不同风格的独立成品网站 适合不同的行业和用途 比如Avada主题和Besim主题 选择wordpress建站方案的用户 都需要做什么工作呢 第一 前期的网站规划还是需要的 另外还需要挑选主题和演示站 因为wordpress主题数量很多 而且层出不穷 每个主题又有几十 甚至数百款演示站 这个演示站也就是独立的成品站 用户根据自己的喜好 项目的定位 选择适合的主题 以及主题的demo演示站 看看哪些演示站 更接近你心中的预期 说个题外话 在挑选主题时 还要考虑主题的销量 销量只有几十 甚至上百的主题不推荐购买 因为主题销量不好 主题开发者很难做到长久的售后服务 说白了就是更新没保障 以Avada主题为例 我在2013年第一次购买了Avada主题 现在是2021年 Avada主题还在更新 这60美元花得很超值 因为Avada这款主题 它在seemforest这个市场上的销量 一直是名列前茅的 当然我也踩过坑 我也购买过一款销量不是很高的主题 不到两年 因为销量不好 断更了 后来被市场下架了 我不得不给网站再更换主题 耗费了很多时间 那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购买主题的用户 除了选摸版之外 还要准备网站需要的资料 这个资料包括网站的导航 以及每个导航菜单需要的内容 内容包括图片和文字 还有就是产品的分类 产品的图片 产品的介绍文字等等 其实这些内容不管你采用哪种方式做网站都是需要做的 网站的内容是由网站主提供的 选好了主题 准备好了内容 剩下的工作就是网站制作了 前面说了 做这种网站不需要设计师 也不需要前端 也不需要程序员 需要一名喜欢热爱学习的同学即可 有一种简单快速做网站的方式 那就是在主题演示站的基础上修改 选定的主题演示站里面的内容几乎都是可以修改的 主要是替换文字和图片 但是如果想大改 比如改改布局 或者增加以前演示站没有的功能 效果 那就难了 所以选魔版和演示站的这个环节非常重要 学会了主题使用方法以后 一个星期就可以做好一个网站 前提是要熟练掌握这种建站方法 关于学习和掌握的时间 这个要看个人的悟性 我见过学得比较快的 一周就学会了 学得慢的需要一个月 甚至更长时间 其实这里面没有什么难度 主要是涉及到的知识点很多 如果是纯小白 花费的时间要多一些 关于传统建站和wordpress 做网站的区别 以及优缺点就分享到这里 希望能帮到你 下集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 wordpress做网站的成本分析 欢迎点赞收藏评论转发 我是阿柴 我们下次见